OK 接下来我们来开箱一下这款最新款的Syncbook 16P 封条 全新未拆封的 这个纸皮割手 天啊 这个纸皮太锋利了 刚刚把手给割流血了 OK 咱们继续 这个应该就是配镜盒了 主机本体 很厚的泡沫 其实还是很重的 刚刚跟MacBook一样 非常重 快速安装指南 保修卡 咱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个配件盒 两段式 电源线 充电器 哇 这么大的吗 像个砖头一样 这个是230W的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清楚 非常大的一个充电器 这上面写的是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 这个接口还挺特别的 这款笔记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重一些 不过这个金属表面很有质感 金属外壳 联想的logo 然后两端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旁边也有做斜切的处理 抛光斜切 还是挺好看的 先不可的logo 还有两个出风口 哇 真的是很重啊 我现在手都在抖 然后这是出风口 扬声器 估计这是扬声器 这个是锁孔 出风口 两个type-c 把机器口读开器 这个表面的其实会粘指纹 我现在这个角度是看得到的 但是它粘指纹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就是稍微会粘点指纹 激动了 现在是喝到了 嗯 正面的颜色还是很错的 屏幕是2K屏 16比10的 四边窄屏框 当然它那个屏框的厚度 并没有XPS那么薄 然后这上面呢 这个摄像头呢 据说是支持Windows Hello 也可以打开关掉 触控板的面积也挺大的 也有做那种泡光的处理 防止是有玻璃 材质挺光滑的 挺薄的 幻动程度还挺高的 并不是很稳 并不是很坚固 这个幻动程度有点那个 电源按钮在右三角支持指纹识别 然后呢还有数字小键盘 这个手感 我用的笔记本不多 但是这个键盘的话 并不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种 再来演示一下单手开盒 然后这个键盘这里的话会有点凹陷 其他地方的话强度还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你摸过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点凹陷 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转轴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 好像痕迹盘的并不是 这里有一个小点 然后这边的话好像有什么东西插过去一样 就是有点那个 有痕迹 然后就是它这个边框的这边 是可以按下去的 就是它没有贴合 它这个边是开的 这边是开的 下面的话倒是贴合的挺好的 然后上面的话都是有空隙 可以按下去 键盘呢是有背光的 影像的logo 可能反光有点重 你们看不清 这个是白色的背光 只不过我这里拍起来 为什么会显得蓝色的呢 现在在跑这个R23的多核性能测试 给你停下那个噪音水平 现在单靠FPU10分钟了 然后核心最高温度73度 然后噪音的话还是很明显的 这上面这个是出风口 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热量 两侧也是 但是两侧的话感知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然后键盘上面你可以感受到温度 但是温度并不是很高 这个地方的话温度会高一些 WSD的话倒是挺凉快的 16比9的话倒是上下会有黑边 然后进主页的之后就可以适配16比10了 全屏显示 这速度还挺快的嘛 天呐它进主页的速度也太快了 这个是联想自己的BIOS的界面 还是非常的简洁的 在这里冒失看到的独显直连 也就是如果是这个的话就是核显和极限 互相切换 如果是上面这个的话那就是独显了 AMD的虚拟化技术我还是关掉就好了 还可以节省功耗呢 性能模式这边我们选择极致性能 好我们保存推出 现在运行的是1920x1200的分辨率 之前的这个嘛 噪音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大概有时候能达到60帧 但是有时候并没有 会感受到卡顿 这个屏幕没有那么红 是我这个相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相机拍出来很红 就是我肉眼看出来 这些颜色还是挺正常的 但是这个相机拍出来的 感觉画面好红啊 为什么呀 有个旨意 寒冰 哇这怎么的 牛逼 总兽 现在大概玩了一个小时 然后呢 这里特别烫 还有中央这里也是非常烫 这里也是 这边也是 反正温度还是挺高的 这款笔记本我玩了一个网上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我很久没有玩笔记本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性能这么好的笔记本 8核心处理器 3060的显卡 整体颜值呢 做工呢还是可以的 这个屏幕的话就没有那么好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他有些问题 也会有些反光 然后呢 特定角度 你还会看不清屏幕的内容 给你们看一下录光的表现 控制台是可以的啊 这个触控板的手感挺可以的啊 但是呢屏幕是60赫兹 所以说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有拖影 有那种 卡顿 他这个数字小键盘我挺讨厌的 如果他能取下掉数字小键盘的话 那手感会更好 然后加大尺寸 然后聚重一下 你可以注意到我的键盘呢 都是这种小尺寸的 我并不喜欢那种全尺寸的键盘 我也用不到数字小键盘 当然对于办公或者说有数字需求的人来说 数字小键盘挺好的 但是呢对我来说我并不喜欢 这款机子呢现在带阶温度是13度 还是非常的安静的 都听不到什么风声 但是当你长时间玩游戏 特别是玩游戏 一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呢 这里 这边还有这边还有中间 会变得特别烫 特别烫熟 当然了 这是一款散物本 它为了轻薄嘛 然后它限制了这个散热器的规模 所以说它的散热它做不到那种啊 更厚更重的游戏本那么好 这款它虽然配备的3060 它并不是满血的3060 这款的定位是针对那种设计时 就比如说Photoshop PR CAD之类的 然后呢偶尔性下之于玩游戏 它并不是为游戏而设计的 它这个扬声器的话有点难听 当然了这个多媒体的按键 我觉得布局 要换一下这个暂停改到中间 然后这个停字改到左边 就像海盗床的键盘一样 因为这是16比10 所以说你看到这种16比9的电影的话 这下面剩下两遍会有黑遍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偏红 颜色偏艳 这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这个显示屏显示挺准确的 但是呢我这个相机拍出来的颜色就是这么红 这个一家的相机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颜色偏的更暖一些 这款的配置呢是512GB的固态 你可以看到装了三个游戏之后呢 就马上变成14GB的可用 空间非常的小 得自己加装一下1TB的固态硬盘了 这里呢还有个建议 你买个笔记本的支架 然后呢玩游戏的时候把笔记本置起来 然后外接键盘鼠标来玩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散热性能 还有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呢一定要插电源 我测试过 如果不插电源的话 CPU的跑分比较低 如果插了电源之后呢 CPU的跑分会高一些 当然这个电源也会发烫 这是个非常非常轻薄的本 这是一个非常轻薄的商务本 当然游戏只能1080P 如果你2K玩游戏的话 可能会够呃 可以是可以玩 但是帧数变国也很高 我觉得它可以做成界面屏 就可以这个盖一层玻璃 这样的话观感会更好一些 这调针有点猛了 这也太猛了吧 060帧都稳不了 平均59 我们来看一下5200分数 我们来看一下5200分数 060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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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IND 100多帧 2K分辨率高画质 100多帧 还可以哦 这个屏幕还是很大的 非常非常大 差一点撞 呀 这个屏幕还是很大的